中国核能科技公布 以每股配售价0.882元 向南山控股附属配售5.39亿股新股 集资4.75亿元 配售股份占该公司经扩大后股本 约29.1% 每股配售价较该股上周五 收市价0.94元 折让约6.17% 南山控股将成为中国核能科技的第一大股东 中国核能科技今早曾升于22% 高见1.15元 集资4.75亿元 集资所得用净额中 约3.5亿元于新能源发电站的开发及运营 余款用作集团一般营运资金 中国核能科技表示 认购事项为公司提供筹集额外资金的良机 资金将用于业务发展用途 并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 及相应的财务开支 相较于其他股本集资活动 如供股或公开发售 认购事项所涉及的成本较低 时间亦较短 并预期认购事项 将拓扩公司的股东基础 从而增强其资本基础 以促进未来发展 及提升股份流动性 南山控股 主要从事现代仓储物流服务 房地产开发 产成综合开发等业务 南山控股由其最大股东 中国南山开发 持有约68.43% 南山开发之最大股东 为招商局南山 其持有南山开发 约36.52% 而剩余股权由其他股东持有 招商局 南山 德姆公司为招商局港口 招商局港口主要从事港口业务 保税物流业务以及物业投资